海德堡要理问答 是属灵教育的指南 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 问题十四 我们能够找到任何或是仅仅找到一个 能够替我们满足上帝公义要求的受造物吗 回答 一个也没有 因为首先 上帝不会将人自己所犯的罪 加罚于任何其他的受造物上 再者 没有任何的受造物 能够承担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永远愤怒 更不用说 能使第三者从其中得救赎了 今天我们谈到 人是不是可以找到其他的受造物来替代 或者帮助我们满足神的公义 确实 其实我们人类真的不停止的在用这样一个方式 来想要满足神的公义 好比说我们自己造个神吧 把一些人物当中比较圣贤的或是比较讲道义的 我们就把它塑造成神 在中国人当中我们就会塑造了孔孟 他们叫圣贤者 我们会塑造 关云长这位三国人物 他讲义气 我们把它塑造成神 这是中国人造神运动当中常常会引用的 一个比较正义的或者比较公平的 甚至比较讲道义的人 我们称他为神 这样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 作为我们效法的对象 但是他能够代替我们来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吗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他可以说就我们人类的比较当中 比我或者比大多数的人要来得好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这些人他们如果活在世上 可以跟我们对话的时候 他必定会告诉我们 他不是那么的好 他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就好比说以孔孟这两位圣贤者来说 孔子都承认自己没有办法那么完美 他都承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只要有这一些人在我身边 都是值得他学习的对象 所以显然他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那么就关云长 我们所说的关羽或关公来讲的话 他是很讲义气没错 但是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吗 又不尽然 想到他大义思经周 你就知道他真的很不够智慧了 如果他是神 或者说他能够代替我们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的话 那也太可笑了 因为他不是那么的完美 所以我们说要找一个受造之物 来剔数我们 那真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这些受造物也都有限 甚至人类可笑到一个地步 找一些神话故事 不存在的人物 或者不存在的虚拟的人物 来帮助我们 好比说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哇我们觉得他太神奇了 根本就是虚构的 从头到尾全世界找不到这样一个猴子 但是呢 我们认为说不定他可以帮我们 你想他能够帮我们吗 不存在的东西 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 所以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 我们想要找一个替代的 那是一个精神没有错 可是现实的环境当中 还真是找不到 唯有神为我们预备的 那才有可能呢 那么到底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谁呢 相信如果在教会里面成长的 弟兄姐妹就知道了 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